欢迎回到6月1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 我是宁星 自干五也就是所谓的自带干粮的五毛 是近年来活跃在华人社会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纽约时报本星期采访了在大陆最为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徐奔教授探讨中国教育如何培养出了自干五 徐奔在采访中表示 中国的极权主义教育培养了一代又一代 善于双重思想和言行不一的人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海外华人中的自干五 这些人一边爱国一边又在美国生活 为了调适二者的矛盾而表现出夸张的爱国情绪 那么自觉自愿为中国点赞的自干五是否真的爱国 他们爱国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自干五尤其是海外的自干五的产生有哪些原因 今天我们来谈讨一下这些问题 那么首先我想请程晓农先生来跟我们说一下 就是所谓这个自干五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群体 他们和具有这个政府背景的五毛有什么主要的区别 听听您的想法 自干五和五毛 其实我把它都看作是共产党以前长期在培养的所谓积极分子 那么自干五呢是属于我把它叫做主动的积极分子 就是说你不给他好处 眼前没有好处他也愿意干 而五毛我把它叫做被动的积极分子 就是你给他这个付一点小钱 他就愿意给你贴几个帖子 你要不发钱了人家也不干活了 那么所有的积极分子在共产党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而这个特点也是所有共产党国家都存在的现象 这个叫做在私下场合才讲真话 在公开场合讲假话 这个以前有一本书 这个专门描写这种现象在不同的共产党国家 叫做Public Lies Private Truth 那么大概是16年前 我在国内的天涯网站写过一篇文章 分析这个积极分子现象提出了这个问题 当时我就注意到在所有的共产党国家 包括我去俄罗斯研究的时候 发现苏联社会也是这样 人们只有私下在可靠的人中间才敢讲一点真话 他心里的真实想法 还有他真打算做什么事 但是在公开场合讲的都是套话假话 因为政府要求他们这么做 这样他才能生存下去 那么这个时候你去看自干五 他到底说出来的和他心里想的是一回事 还是两回事呢 那是很不靠谱的 比方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所有的自干五都觉得他是热爱祖国 希望祖国强大 那强大不强大跟他在美国念书有关系吗 没关系啊 但是他们把这事给拴在一块了 其实这里面有 我把它看作是一个叫做中国依赖症 为什么 就是自干五其实有在两点上 心理上严重的对中国有依赖 第一个就是他在美国觉得靠自己的能力 独立打拼一番天下并不那么容易 所以他心里有一种潜在的依赖是 万一祖国强大了 我在美国就可以神奇起来了 找工作也那得求我了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他不愿意听见中国发生任何负面的事情 因为他还留了另外一条后路就是 万一我要是在这边混不下去 我要回国去 那么我还得要表现好一些 还得在中国那边混下去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大问题 很多人自干五们不谈 那个大问题就是 他们无时无刻不被中国大使馆在监控当中 他们如果回国 想找一个党政事业单位的工作 那么第一个前提是 大使馆必须出具他在美国期间的表现 而表现好坏 自干五就是一个标准 好的 好 听听王康先生的看法 我昨天看了这个一个报道 我很惊讶 就是香港南华早报 报道2015年的一个统计 不知道这个统计怎么出来的 说中国的五毛党居然有1050万 其中有400万是在校大学生 他们每一天发表的这个各种留言 各种各样的信息 有4.8亿一条 占整个中国总量的 总量多少我都不知道 大概178条里面 结果一条是五毛党的 我非常惊讶 同时我也想这个也不奇怪 中国的基数太大 这个以前有个电影叫窃听风暴 就是东德以前 就是德国这么一个国家 它的窃听的这个比例 几乎覆盖全社会 让人惊讶 包括夫妻之间 朋友之间 兄弟之间 同事之间等等 那么中国的这个情报部门 信息部门 完全可能超过当年的东德 这个自干五刚才 小龙先生说了 我不太了解 但是我也想起来这个 一个所谓的第五纵队这个概念 还没有1937年 写到一个三末级的一个话剧 就是第五纵队 他说第五纵队 这个法学师嘛 有四个纵队 第五纵队的成员 跟其他四个法学师纵队成员 完全一样 一样的凶险 一样的危害非常的大 这个海 尤其是海外的 我相信 就是所谓的这些自干五 不是说全部有相当数量的 属于海外的这个第五纵队 好 陈破空先生 这个自干五 就是自带干粮的五毛 这个词很容易让我想到 一连串的成语 什么自说自话 自作自受 自我作见 拓面自干 那么自干五跟五毛党 有什么区别呢 五毛党是拿钱办事 自干五来是免费效劳 五毛党是为五毛钱折腰 自干五来是这个 这个免费献身 完全是献身 那么这个五毛党呢 他是党的奴才 他知道他是奴才 当劳奴才而自知 这个自干五呢 是鲁迅所说的 当劳奴才而不自知的可怜虫 他们都是赵家人 五毛党是赵家的奴才 自干五是精赵 精神上的赵家人 他们自觉自愿地 去这个为这个共产党去点赞 而且他们还 跟那个五毛党不一样 我们拿钱干活呢 也可能还有点那个 精神分裂 人格分裂 可能心里想的 还不是那么会 但自干五心情很复杂 他还真可能 他说的是他 他相信他所说的 当然有两类自干五 有一类自干五 他真相信他所说的 所以他认为呢 他在代表某种主流名义 是一种主流的一个做法 所以这个 我就想到这个 实际上这个专制政体 集权政体 往往产生 体制内体之外的一个 孪生怪胎 五毛党是体制内的 自干五是体制外的 远的像纳粹德国 红色苏联 近的像北朝鲜 伊斯兰国 都有这种繁殖 和这种 这种资深的 大量的这种 孪生的双胞胎 那么中国的五毛党 加自干五 也是这种 这种繁殖的 这种 孪生怪胎吧 好的 我想 陈小同学 对于自干五 大家都知道 他们一个最重要的 一个精神秩序 像您刚才说到的 是所谓的爱国主义 实际上也很多时候 体现为一种 过激的民族主义 那么我想问 就是自干五 是不是真的那么爱国 或者是说 是盲目的爱国 还是说他们爱国的标准 或者他们 所谓的爱国的标准 到底究竟是什么 您是怎么看的 我举几个例子 首先就是 在这海外的留学生当中 绝大部分人 如果你问他 你喜欢热爱祖国吗 那毫无疑问 那都说热爱 然后你要问他 那你打算留在美国吗 他要琢磨一下 然后先说 我还是要回国的 然后底下又来了一句 当然了最好能留下来 这就是这个 我刚才讲的 前半句讲的是 所谓的 我还是要回国 那就是在公众场合 对别人讲的话 后半句 我还是想留下来 那是私下讲的真话 什么意思呢 就是自干五自己内心本身是 扮演两种角色 一个双面人 表面上他要迎合 这个爱国主义 这个 这个 拥护政府的形象 那是做给政府看的 做给领馆看的 做给这个中国学生会看的 那么私下的心里想 希望是留下来的 但是他又觉得留下来 没把握 所以我还得留着那条后路 所以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 他们嘴上讲的 心里想的 这个两面人 从来你没有办法 单纯根据一面来判断 这个其实也很简单 你去看一下 中央政治局常委 历届常委当中 现在有多少人 不在巴拿马文件里头 他们哪一个 不是讲反腐畅联的 哪一个不是在 他们的亲属们 在搞大搞腐败的 这不就是一个 公开场合讲的是假话 私下里做的 才是他真心想做的事 所以从上到下 几乎中国社会 共产党社会都是这样 每个人都有两面 你可以去追究 他那个内心真的那一面 他希望留在美国 希望在美国找个好的职业 但是他又害怕 这条路走不通 那么确实 绝大部分人也走不通 是得回国去的 大欧有学生 在这边拼了半天 最后是找不到工作 只能回国 所以他又很自然地想到 我怎么要让领馆 对我一个好印象 回国的时候找个工作 给我开张挺好的证明 那么我在这边当过 自干五就是一个 很好的凭据 好 陈想龙先生 刚才您提到这个说法 确实让我联想到 这个徐奔教授 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 他说中国这个教育 长期的洗脑 造成一种所谓的 权儒主义 就是双重人格 表面上说什么 自己其实都不信 但是他愿意去说 因为可能有实际的利益 牵涉在里面 但是我也想 也不排除自干五里面 确实有一些人是真心的 是一种夸张 比如说我们知道 像国内的这个花千芳 他自己就说 我是真心的为社会主义 为中国 社会主义中国点赞 我是要散发这个 为中国散发正能量 这些似乎 有的人也不排除 他们不是用一种假面来说话 而是真心的 要有这种爱国主义情节 那么王康先生 您对这一类人又是怎么看 当然 这些所谓的爱国主义的 对现存秩序的这种拥护和赞美 也不令人意外 某种意义上 它是一种存在的反应 中国确实很强大 经济发展会怎么样 为这个社会制度 这个点赞的人 有一定的这种合理性 一定存在的合理性 就像当年的俄罗斯一样 尼古纳一世镇压 12月党人之后 他的一个重要的 一个叫本肯多夫的理论家 就总结了三条 俄罗斯是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国家 他的沙皇制 他的东正教 他的民粹主义 神圣三位一体 后来纳粹德国 也是有三位一体 一个党 一个领袖 一种主义 中国现在也是一种三位一体 这个五毛党和自刚五 他们自己不知道 他们所有的爱国主义的 那些理论核心 都来自于中南海 多年的这么一个炮制 这个就是共产党 社会主义 国家 现在变成社会主义 不再多谈了 那么就是民族主义 它也是三位一体 这个年轻人 也很可同情的地方 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 他所有的那些 所谓的那种激情的爱国主义 那种民粹主义 根本不是他自己投到里边 观察得出来的那种科学的 公正的客观的结论 而是被关注的一个结果 另外就是权辱 我不太暂停这个词汇 权辱的这个鼻祖是 古希腊的 迪欧根尼 迪欧根尼可是把一切世俗的 权力金钱 名望完全 契罗毙女 亚历山大不可一世 亚历山大大帝到那儿去 说他真的在晒太阳 说你要什么 我给你什么 迪欧根尼说 我要你走开 别挡着我晒太阳 这叫权辱主义 当代的权辱主义 是一种愤世技术的 个人 这个独善其身的哲学 我觉得另外一个词 就是中国的 就是相怨哲学 这个相怨就是孔子所说的 相怨得之贼 他是道德的衰败的小人 孟子说他是献备于世者 叫相怨 这种相怨就是八面零龙 这个四面讨好 说一套做一套 等等就是伪君子 就是小人 现在中国充斥这种相怨式的人物 包括知识界在内 好 陈博工先生 关于这个 刚才说提到徐斌 徐斌教授对五毛党 尤其海外自干五的议论 我觉得他有个说法是非常恰当 他说心理 就是用了心理向说法叫 认知失调 认知不协调或者叫做 那么认知失调就是说 比如他举海外的留学生 一方面是居住在美国 另一方面呢 号称自己爱国 他如果协调一个认知失调呢 有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改变行为 比如说你回到中国去 那么你非常热爱的国家 你回到中国去 那不要恋倦美国 那么大多数留学生很恋倦美国 除非留不下来 慢慢的也走了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 协调你的思想 协调这个认知失调 把从思想上 有些留学生 他要证明自己 为什么居住在美国又爱国 他就非常夸张的爱国 表现得非常夸张 那么这个知干五跟五毛党 它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说 五毛党是良心大大的坏 为什么呢 因为他拿钱办事 他不是这个 他不分自己 究竟那么那么想 而知干五来是 脑袋大大的残 就是一级老残 他确实被脑袋给搞坏了 他搞不清爱国是什么 毛泽东时代讲过一句话说 阶级斗争一抓就零 说毛泽东一抓阶级斗争 全国就沸腾 那毛泽东之后呢 这个不零了 这个意识形态破产了 共产党搞的是 民族主义一抓就零 民族主义一删就热 一删民族主义一删动爱国主义 这个人就狂热了 有的特别是年轻这些就狂热了 所以这个民族主义这个旗号之下 很多这个人 很多这个年轻人 自干五 根本分不清党与国的差别 对他是党国的奴隶 他是党民 他不是公民 他不知道 他以为是党和政府所说的一切 就对的 他在爱党的时候就在爱国 实际上是大大的错 好 我们知道确实提到这个 中国的这个教育制度 刚才几位嘉宾都提到一点点 我们知道这个徐奔教授 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的时候 他也是对中国的这个教育制度 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他认为这个教育制度 就是这个自干五 产生的这个原因 那么他认为 现代的国民教育 和中国所谓这个新极权教育 有很大的差别 那么我想听听各位 对于徐奔教授这个看法 就是说你这个 公民社会的教育 现代社会的教育 应该是一种 培养一种什么样的公民 什么样的思维方式 想听听程晓农先生的看法 专制体制的教育系统 它就是有一个主要的目标 是洗脑 现代的国民教育 是培养民众有独立的思考 包括华裔政府 所以从内容来讲的话 传统的专制社会的教育 包括现在中国 几十年以来的教育 就是政府是永远对的 然后党说什么 你就得信什么 怀疑党怀疑政府 本身是有罪的 那么现代的国民教育 比方以美国为例 它所强调的是 政府不能干预教育 政府不能干预老百姓的思维 老百姓的思维 是由他们自己的价值观 他们的道德来决定的 因此对老师 对教科书 还有对政府 对媒体 学生从小学开始就学着 怎么样用批判性的思维来看待 所以美国一直有一个叫做 critical thinking 就是批判性的思考 到了大学 这种情况表现得更加明显 那就是学生如果不会这样的思考模式 你在课堂上 你就提不出问题来 也没有办法对老师讨论的话题 做出很深刻的分析 这是很多中国留学生在美国 没有办法适应课堂教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他们是被洗脑教育叫出来的 不会独立思考 好 王康先生 不管是老的极权主义还是新的极权主义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都是不把人当人 他们仅仅把人 尤其是青年学生 当成国家的机器的一部分 当成螺丝钉 当成齿轮 当成一个工具 然后按照国家的 按照政府的 按照党的 按照领袖的这个尺度来塑造它 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样说起来的 我们信号后来慢慢就是 刚才小龙先生说了 我们根据内心的这个良知 根据我们对生命的这个理解 我们慢慢慢慢有些觉悟了 第二个就是六四之后 这个从上到下 共产党实现实现了 整个对中国社会 包括教育体系的这个 尽可能的赎买 这个赎买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 普遍的这种相怨主义 或者叫权辱主义 普遍的这个道德的沦丧 当然它也普遍的这个人格的双重 思想的双重 甚至多重的这个形化 一切都是虚假的 一切都是不真实的 只有一点由来便是良 只有利益 所以在中国普遍 就是闷声发大财这一套 公立主义 现实主义 工具主义的这个 这个普遍的 盛销承上的这种普遍的社会意识上面 产生的这一代人 六十以来已经二十七年了 他的整个的价值观 他的思想上面 就是不折不扣的 精致的利己主义 就是前里行前所说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在武包党到 不管是在国内 还是在自干武 到了美国来 他根本是考虑他的个人利益 他的最多是涉及他的父母 他的家人其他都是虚假的 陈破空先生 这个自干武 他这个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他跟五毛党还不一样 五毛党说什么呢 确实是一个任务 我们看到在网上贴贴子的时候 五毛党会有一个统一的表现 比如说五毛党反对陈破空 会统一的时候 陈破空的嘴是歪的 他就转移重点 转移视线 他就叫大家不要去听陈破空讲什么 关键你去研究一下嘴歪不歪 这是五毛党的特点 一看就是这个拿钱办事的 但自干武不一样 自干武他会自己创作一些经典的故事 搞得这个将信将疑 自欺欺人还有欺别人 我知道自干武创造了几个经典的故事 在网上很流行 一个自干武创造一个以俄国人的口气 模仿一个俄国人的口气写个文章 实际上中国人写的 说俄国觉得苏联解体 是美国的一个阴谋 和平演变的阴谋 那苏联解体就怎么惨 怎么那个低落 那就羡慕中国崛起 中国可以跟美国抗衡 就希望中国把美国抗衡到底 然后就说在微信上说 大家转起 是中国人就转 还有一个编了一个故事就是什么呢 就美国的这个传销产品 比如说安利产品 在中国里面还有慢性毒药 实际上是用慢性的 摧残中国人的智商 这个慢性的毒害中国人 然后又说是中国人就转 赶紧转起 在很多人信以为真 还编了一个故事是什么呢 说这个日本 这个嘲讽中国人去买日本的产品 日本人说中国爆卖 然后把中国人贬得一塌糊涂 说对中国怎么怎么人格 怎么怎么低 然后就说现在要转起 不能要抵制日货 不能再到日本去买产品 大家就转起 所有这些都是他们自导自演 自编的故事 根本都不存在 所以这个我想了 刚才这个主持人提到国民教育 这个就是说现代的教育 文明的教育是让人有独立思考 有自己的这个尽责任 尽权力为社会 作为一个公民 那这个极权制度的教育 它主要是让人变成一个驯服的功绩 一个螺丝钉变成一个党民 我就想起上次我们做节目 我们谈到中国的外交部长 谈完了之后 我就看到网友有一个段跟帖 他就说 为什么周恩来和乔冠华 会表现得比较有风度 比较能够有外交辞令 说因为周恩来和乔冠华 是民国时代教育出来的人 另外说 为什么李肇新和王毅 表现得没有风度 连外交辞令都不会 那么傻坡打滚 那么粗野 是因为共产党教育的结果 是文革教育的结果 这个话有一定的道理 就不同的教育 产生不同的产品 所以自干五是共产教育 尤其是文革教育 之后一党专政教育 所产生的一个赤品 一个废品 好 最后时间不多 还有两分钟时间 请各位很快的点评一下 我们知道 就是最近几年来自干五非常活跃 那么中国的官媒 是把自干五赞扬成 自觉自愿为社会正能量点赞 为中国发展古镜的网民 而习近平也会见一些著名的自干五 比如像花千芳等等 但是在民间 他们的民生到底怎么样 是不是得到也很正面的评价 我想听听程晓农先生 您的观察是什么 45秒钟的时间 其实 其实五毛和自干五在民间 并不是这么好民生 没有人愿意公开的去承认自己 我就是自干五 我以此为自豪 他是到党那儿去表现的 但是在亲朋好友中间 他还是要自己的讲自己的真心话 来表示我是坦诚的 这就是人的两面心的另外一面 因为自干五其实知道 他在亲朋好友中间 讲那些高调的套话空话 是招人厌的 好的 王康先生 在这个说的全球化的时代 这个普世价值为越来越多的国家 所接受的这么一个世界上 这个自干五也好 五毛党也好 显得是 我说过它绝对不是一个终极性的 甚至是一个长久性的价值关怀 它只是 就算是中国的经济取得了持续的发展 在这个基础上的 然后产生的 又党国所灌输的那些所谓的强大 那些不得了的那些意识 它也是一个阶段性的 也是一个时间性的 当中国的经济出现了问题 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问题 这种五毛党也好 自干五也好 他们所有的 他们的理论 他们的说法的基础 就不复存在了 好 陈伯宫先生 半分钟的时间 这个五毛党自干五名声很臭 《环球时报》已经做了证明 《环球时报》去年发表了一本文章 说要为五毛党和自干五证明 要点赞 说这个要敢做五毛党 落作自干五 说他们是好网民 这个点赞本身就是那个 而且他举的内容 语气说是赞扬 实际上是羞辱 比如他说 他现在网络上有的人 以嘲讽和骂人为个性 以低俗和荣俗为时尚 所以这个怎么怎么样 实际上他说的 正是五毛党和自干五 五毛党自干五 在网上干的就是这个 低俗 庸俗 骂人 咒骂 讽刺 什么人生攻击 所以这个 好 对不起 陈伯宫先生 不得不打扮您 因为今天我们这个交点电话节目的时间到这儿就结束了 那么感谢各位 尤其是我们今天最后的三位嘉宾 陈小龙 王康和陈伯宫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 要提醒一下大家 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那么欢迎您到美国之音 中文网站或者YouTube 观看交点电话节目 并提出建议 我是宁心 祝您晚安 我们下星期五再会